《菩萨道》 本章提示 菩萨是只为了一切众生而决心成佛的人 释迦茅尼佛的过去出世 显示了菩萨修行的过程 这个修行过程分成几个阶段 就是发菩提心、发愿、得佛授记、修习六道和正得佛果 由此可知 一个人有了慈悲心 就能够发菩提心成为菩萨了 1. 发菩提心 佛教徒修行的最终目的 是断除痛苦、获得无上的快乐 如果一个人具有慈悲心 他就不会只是为了自己 而同时也为了一切众生而修行 他一有了这种意愿 就可以说是发了菩提心成了菩萨 从此他就走上了最终能够成佛的道路 在释迦茅尼佛的过去世里面 有一世他是一名商人 这一名商人的妈妈双眼失明 全靠商人一个人在照顾他 有一天 商人要去到外地经商 但是又不愿意被妈妈孤零零地留在家 所以带着他一起去 但是很不幸 他们搭的那艘船 在暴风雨里面撞毁了 船上的乘客全部跌下海 商人在抓住一块浮板之后 他发晒地周围张望 想找回妈妈的踪跡 当他见到妈妈在水中挣扎的时候 他就很快地游到他身边 就在拯救妈妈的时候 他突然了解到 一切众生都好像他妈妈一样 沉沦在痛苦里面 怀着慈悲心 他决心寻求真理 以解除众生的痛苦 就是这样 他就发了菩提心 而成为菩萨了 二 世怨和仇记 在另一世里面 这位菩萨是一个聪明 而博学的年轻人 名字叫做善慧 有一天 善慧去到一个城市里面游玩的时候 他发觉周围都将灯结彩 好像在这里庆祝些什么节日 他打听回来之后 才知道市民正准备迎接 延登佛的来到 于是善慧就决定去见一见延登佛 见到延登佛那种安详 和爱和庄严的仪表之后 善慧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 他就发了以下的誓愿 我将为成佛而努力 希望具有佛的种种性德 我亦都将宣讲佛法 就好像延登佛所做的一样 在超脱生死 获得无上的快乐之后 我亦都将引导众生去达到同样的目的 延登佛知道了善慧过去所累积的功德 亦都知道他是有诚意的 就为他授记 预言他将来一定会成佛 佛号释迦茂利 这就是善慧如何发愿 和得到延登佛授记的经过 一个人在发菩提心和立下誓愿之后 佛陀就会为他授记 所谓授记 意思是佛陀预言他将来会成佛 在妙法连花经里面 佛陀就曾经预言 善慧离佛将会成佛 一般来说 一个人发心成佛 就要立下誓愿去普道众生 每个菩萨都根据他的倾向 立下不同的誓愿 阿弥陀佛在成佛之前是法藏菩萨 他所立的誓愿有些是很特殊的 在佛经里面有一位菩萨这样说 我们已经度过轮回的大流 应该帮助其他众生获得自由 我们已经舒适了 也应该令众生舒适 我们已经解脱了 也应该帮助其他众生解脱 《花盐经》普然行愿品 提到菩萨的十大誓愿 1. 礼敬诸佛 即是礼拜恭敬十方诸佛 2. 称赞如来 即是称赞佛陀的圣德 3. 讲修供养 以很多珍贵的物品供养佛陀和十方菩萨 4. 忏悔业障 即是忏悔自己所做的各种罪业 5. 随喜功德 即是见到众生做善事 内心感到欢喜 6. 请转法轮 即是请佛陀和十方诸佛为众生说法 7. 请佛住世 即是劝请佛陀尝住世间 8. 尚随佛学 即是事想跟随佛陀向佛陀学习 9. 行信众生 即是信众生的心意为众生服务 10. 普佳回向 即是将所修的功德回思众生不具为己有 3. 修行和成就 在此之后 无数世里面 菩萨都以实际的行动 好似努力收集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和智慧等六度 来完成他的誓愿 有一世 菩萨是一位收集布施的国王 名叫施皮王 有一日 他救了一只 即将被老鹰伤害的白甲 之后他就想了 救了白甲 那只老鹰可能会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 基于同情 他就割下了自己身上的肉来喂鹰 施皮王的故事指出了 收菩萨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收集菩萨道的目的是帮助其他人 但是他应该注意的 不可以使另外一方面的人 或者事物受到损害 所以施皮王救了白甲的性命之后 为了不使老鹰挨饿 他割了自己的肉来喂鹰 菩萨在很多世之中 都不断地努力修行 使得行日志完美 直至具备了成佛的条件 在最后的一世 他身为释迦族的太子 名字叫释达多 他为了要解除众生的痛苦 就捨起了他的家觉去寻求真理 在证悟真理的那一夜 他不再是菩萨 而是一位各行圆满的佛陀 后来他被专称为释迦茅里佛 四 修菩萨道 一个人要修菩萨道 第一步就要发菩提心 他会发菩提心 是因为他知道 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快乐 不希望有痛苦 由于他有慈悲心 他不会只想到要使自己成佛 而令到其他众生 继续在生死轮回里面受苦 当他知道 在过去的无数世里面 众生曾经一度 或者多次是他的父母 亲戚或者是朋友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 过去一定得到众生很多的恩惠 例如说 当他是婴儿的时候 他是完全无助的 只有在妈妈的照顾之下 才能够生存 在他年幼的时候 他的爸爸妈妈 就教他如何行路 坐 吃 或者保持清洁等等 后来 他的爸爸妈妈还供他读书 总之 他是在父母的帮助之下 才能够成长 而且成为独立有自信的人 一个要修菩萨道的人 当他了解到众生在过去世里面 可能和自己有某一种关系 而自己有受过他们的恩惠 不于是 他就很自然地想要报恩 他希望帮助众生得到快乐 解除痛苦 但是他也知道 只有佛陀才能够帮助众生 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 一个修菩萨道的人 是为了众生而誓愿成佛 就好像善慰在延登佛面前 和法院一样 佛教对众生有两个基本观点 一 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众生平等的观念 是佛教道德观念的基础 尊重生命 尊重人家拥有财物的权利等等观念 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二 一切众生都是对我有恩 从无此以来 一切众生都在生死轮回之中 所以 众生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断地在改变 任何一个人 在过去的无数世里面 都可能是我的眷属 亲戚或者朋友 换句话说 一切众生在无数的过去世 都可能对我有恩 菩萨了解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是对他有恩的 所以立下誓愿 要帮助他们解脱痛苦 菩萨的誓愿是为了利益他人 而不是为了利益自己 那些诚心法愿要解除其他人 即使只是几个人 其痛苦的人 都是有品德 而且是值得尊敬的 医生法愿要解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 所以令人尊敬 同样 社会工作者 发愿要改善窮人的生活环境 心理学家 发愿要减轻病人精神上的痛苦 所以令人感激 一个人发愿要施舍食物和衣服给窮人 即使只能够在某个程度上 解决他们的困难 也都会获得人家的赞赏 不过 菩萨的誓愿 为了解除众生的痛苦 缺心成佛的誓愿 就比上属的任何一个誓愿更加伟大 五 菩提心 一个人有了大慈大悲的心 才会发菩提心 所谓大慈就是希望众生得到快乐 所谓大悲就是希望众生解脱痛苦 一般人虽然希望帮助众生 使他们由痛苦里解脱出来 但是由于能力所限不一定能够做到 只有佛陀因为具有圆满的智慧 才能够随时随地解救众生 所以一个人首先需要发心成佛 才能够达到救度众生的理想 想成佛以度众生的心 就是菩提心 一个人在佛菩提心所立下的愿 就是菩萨的誓愿 菩提心可以分为两类 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 在修菩萨道的过程里面 一个人由初发菩提心到成佛 都和上述的两种菩提心有关 所谓世俗菩提心 是指一个人发心成佛的时候 仍然将众生和轮回当作是实有的 这种观念是属于族体的 而不是圣意体的 所谓族体就是指以无名的观点来观看事物 圣意体就是以误度的观点来观看事物 一个人在修菩萨道之后 特别是在了解缘起圣空的道理之后 就会将世俗菩提心提升成为圣意菩提心 在前面我们提到菩提心 可以分为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又可以分为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 愿菩提心是指发广大的世愿 要从这一世开始至无穷尽的未来世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行菩提心是指一个人发了愿菩提心之后 为了达到成佛的目标而受持菩萨界 行菩萨道成就种种利他的善业 我们试试将发菩提心所立的世愿 和一般人的愿望加以比较 菩萨所立的世愿是为了普道众生 他比一些世俗的愿望更为深远港大 一个人发菩提心之后 他前世所做的恶业可以敌除 就算他所立的世愿 在这一世并没有机会实现 来世也会投生在一个美好的地方 如果生长在有机会听闻佛法的环境内 不会受到超自然力量的伤害 时时具有正念 有完美的品甲等等 印讯法师说 发菩提心的众生 即使时久未亡而誤入歧途 造作种种罪孽 堕恶道中 也会比其他受罪者好得多 第一 他所感受的痛楚较为轻微 第二 他的授报时间较短 易于出来辅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